哈喽小伙伴们晚上好 之前呢投了一个万应楼的展嘛 然后的话他给我寄还了两样东西 一本书和一个证 然后的话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书 当然啊这个展呢没录啊 但是呢我觉得还蛮好啊 还能寄回一本作品集吧 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我的建议呢就是大家如果对撞客感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一些比如说书法呀 撞客之类的公众号 它里面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 投展之类的可以尝试性的投一下 然后我想也会有所收获吧 就是比如说我在之前 根本没有做过应评 然后的话也是赶押至上架嘛 然后做了一个应评 还有一幅书法的小作品寄到 三东围坊那边 然后过了几个月以后呢就给我寄还了这本书和一本证 但这个书里面没有我的作品啊 哈哈 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而且我看他们的作品超级的赞 可以向他们学习 也期待以后如果有新的像这种投展的活动啊 在去参加的时候希望也能进去 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我觉得蛮不错啊 真的 看这本书真的很漂亮 和之前的那个第八届的 钻刻作品集也是一样的 就是它现在的价格在淘宝上又降了 之前我记得我买的时候300左右 现在只要200 是250左右 我可以建议大家入手一本 那本是8开的 8开的很大啊 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然后呢就是各类人的啊 各类名家 外国的啊 不光是我们国内的啊 还有国外的一些啊 也参展的一个作品集 我觉得蛮好的 然后这本书也蛮不错的啊 这本书呢就旁边啊 附了一个应评啊 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 以后像类似的应评呢 还能这么做啊 我觉得很好 真的不错啊 他们是花心思啊 像我 我还记得啊 快截止的头一天啊 紧赶慢赶的啊 这真的 我觉得太懒了 啊自己太懒了 啊 他们确实非常用心啊 真的硬风啊 很丰富啊 我觉得大家如果针对转课感兴趣啊 可以多头透这样的展 对自己的学习呢 对自己的学习呢 也有帮助的 其实 啊 看看人家的作品啊 再看看自己 课的 啊 真的 买书嘛 就是为了学习 是吧 买一些值得购买的书 啊 我觉得非常好 不同的这种感觉啊 真的 原来针课啊 还有这么丰富的表现 啊 方式啊 以前真的 太啊 太固步之风了啊 好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啊 也谢谢大家观看啊 水了一期 啊 水了一期啊 好 结束 拜拜